对于张伯芝,想必大家都非常熟悉吧? 曾经在八九十年代的时候,张伯芝在整个演艺圈当中,都拥有着极高的地位。 在与周星驰合作拍摄《喜剧之王》这部电影之后, 她的人气质就如同火箭般迅速提高,并且有着玉女支撑的她, 也是当时无数年轻人的梦中女神。 直到与陈关系的事件被曝光之后,张伯芝才慢慢地消失在大众的视野当中, 并且随着时间的流逝,如今张伯芝也是慢慢复出。 而我们都知道,张伯芝除了演技与实力之外, 她的长相一直都是女孩子们的标杆, 水汪汪的眼睛如同心灵的窗户, 挺拔的鼻梁与小巧的嘴巴, 都让张伯芝充满了魅力。 然而就在张伯芝此前参加节目的时候, 也曾在节目当中自曝, 表示自己在上中学的时候, 也是没有任何人追求自己。 而网友们听到张伯芝的这番话时, 都认为她是在开玩笑。 毕竟张伯芝长得这么漂亮, 居然会没有人追求。 然而直到她仅此一张12岁照片曝光之后, 网友们才恍然大悟。 因为张伯芝在12岁的时候, 在长相方面就已经非常惊艳, 并且还拥有着一种清纯又高雅的气质。 可以说凭借当时张伯芝的颜值, 任何男孩子看到她的第一眼, 都会瞬间被沦陷。 并且张伯芝还给人一种可远观而, 不可泄完烟的即视感。 所以网友们看到之后, 也是当场直呼, 换我也不追。 毕竟没有人会认为, 自己能够配得上张伯芝亚。